女儿啊,你弟妹太有出息了,给我们老李家生了一对双胞胎,都是男娃,你马上跟你去说,让她包个五十万的红包过来。 妈,你说的是真的吗? 弟妹也太厉害了,这可是天大的喜事,只不过你要五十万的大红包,我怕她有意见呢,到时候不肯给怎么办? 她要是敢不给,看我怎么收拾她。 那好吧,我也希望她能是相点,免得给我丢脸。 和母亲分别后,女儿就急忙回家对老公说,老公,我弟妹生了一对双胞胎,我妈让你给我弟妹转五十万,奖励她一下。 你妈这话也说得出口,那是给你们李家生的,又不是跟我刘家兴,凭什么要奖励给她?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吗? 这五十万也不算太多,叫你拿你就拿出来吧,让我妈也高兴高兴。 我妈的意思,这五十万就当做份子钱,她想让我弟弟去开个水果店。 你们站着说话不要疼,我明确地告诉你,我没钱,就算我有,也不会给你们。 老婆被老公的这些话也得哑口无言,没办法,只好跟母亲实话实说了。 丈母娘,听完不死心的又来找女婿了。 女婿,你什么意思?现在怎么连我的话也不听了?我看你就是嫉妒你小舅子生了一对双胞胎,不想给钱是吧? 我没什么好嫉妒的,我只是单纯的不想给。我不欠你家任何人,我凭什么要给你? 现在你小舅子生了个双胞胎,压力实在有点大,你难道不该帮她一把吗? 你家生了个丫头骗子,到时候嫁人了,还不都是成别人的,只有儿子才能传宗接代,你明白不? 丈母娘这种话,你也说得出口,现在都什么年代了? 你还有这种重男轻女的思想?你不是生了一个儿子,又有什么用? 整天就知道在家里啃老,啥也不是。 你怎么说话的?我这个做长辈的都已经低声下气跟你商量,你倒是数罗骑我儿子来了,你有什么资格输我儿子? 我可告诉你,这五十万你必须拿出来,因为我是你丈母娘。 你还能要点脸吗?我头一次见别人要钱还要得这么理直气壮吧? 我只是她的姐夫,又不是她爸,我没有义务去养她。 难道我娶了你女儿舅?给你们一家人养家糊口吗?这些年我帮你们还少吗? 就连小舅子现在住的房子也是我的,你要是把我给惹毛了,我就让她收拾东西给我走人。 我要是租出去,一年也有好几万收入,她不香吗? 我劝你,最好别得寸进尺,撕破脸,对谁都不好看,做人要懂得感恩啊。 哎呀,好女婿,咱们都是一家人,没必要说这些伤感情的话。 咱们既然是一家人,就要互相扶持,别的废话我也不说了,要么你给她五十万,要么让出一家服装店给她,我都已经低声下气跟你说了半天,要是你还不肯答应的话,那就说明你不把我这个丈母娘放在眼里。 其实我早就知道,你们一家人都是这种德行,整天想着一些不劳而获的事,就算我有再多钱,也经不起你们这样的压榨。 你给我住口,你爸妈就是这样教你跟长辈说话的吗?一点教养也没有,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,那从今天开始,你每个月都要给我一万块的生活费,这点要求不过分吧? 我看你还是趁早洗洗睡吧,早点去做梦,梦里什么都有。 后续如何?关注我不迷路。